这个出家人打走两个馒头 被罚拜佛三千次 拜佛就拜佛 多少次 先拜三千次 再做决定 三千次 你有没有搞错 旁人告诉他 这已经是最少了 旭云出生官宦家庭 从来没有下地干过苦力 干活时 一路上洒了很多水 被师父责怪 你一路洒了多少水 许知水是上天恩赐之物也 无端浪费 怎么配做一个修行人 弟子下次注意 旭云好不容易挑上来一桶水 却又被嫌弃 但活太慢 效率低下 旭云承诺 一定在上午把事情干完 就这样旭云错过了无饭时间 堂帝复国特意给他留下两个馒头 不料被僧侄师父贺旨 被罚到佛前 拜禅三千次 复国拜完两千七百次 便坚持不下去了 准备回去时 网称一拜完三千次 僧侄师知道他打忘了 于是他再拜三千次 僧侄师跪下来帮助他一起拜 我跟你一起拜 这样可以帮助 至少可以叫你减少一半 晚上回到宿舍 布国腾的嗷叫 心里搭起了退堂 趁虚云睡着 偷偷溜了出来 他拿过一把凳子 踩上去翻过围墙 什么东西这么软 是老曾的肩膀 快踩着下来吧 布国下的六十五主 宝和尚知道他要逃跑 特地给他准备了一把凳子 让他翻墙过来 后来一想 又怕他下来 不小心摔断腿 于是自己也翻过墙 用肩膀做凳子 让他下来 师父 你怎么知道 我今天晚上要逃 老和尚也奇怪 他怎么白天不跑 害得晚上 自己还要翻墙过来 经过老和尚一番劝导 布国向老和尚忏悔 最后老和尚 又让他踩着自己肩膀 再翻回去 因为虚云 还在里面等着他 给他做个小事 skills 评划 回来 再次